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选我 因为我确实还挺想跟您合作的 来也是希望能合作或者说一起拍 蒋依依被选了两次 郝子依 郝子依还没来呢 给她发个微信 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今天是一个视镜的体认日子 在今天1800之前 无法顺利组成双人视镜搭档的演员们 将无缘本斥影视跨的机会 牛莎就最遗憾的 我该不会又自己放 我可以跟孟杰单独聊聊吗 然后这一趟呢我就先不演了 然后我就想你们俩可以搭一下 依依跟你一块了吗 没 我也找她呢 我一会儿得找她一趟 走 回接了 回接 蒋依依 那不能让周琪抢先一步 快 快 快 冲冲冲 不能让她抢占先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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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一定要快 是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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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冲 冲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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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约赞助播出 自在生活选博士 本节目由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 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来到 拥富自制国内首档 演员搭档 演习进阶 真人秀 一拍即合的我们 刘瀚就喝海之言 本节目由海之言电解制饮料 独家冠名播出 折叠有新意 配合添默契 本节目由三星折叠品手机 特约赞助播出 自在生活选博士 本节目由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 赞助播出 我是演习助力团成员 维嘉 大家好 我是陈乔恩 大家好 我是郑宇哥的影迷 我老公才是他的影迷 刚才吃饭的时候 老公就打电话过来说 现在挂了 待会儿你过去郑宇哥在旁边的时候 我们再视讯吧 我要看郑宇哥 我是影迷 哎呀 哎呀 他老公打得过来不要见我 哎 他来临剪地上 哎 怎么讲这句话的时候 苏科老师有点怪怪的表演 我们再开微笑 大家好 我也是郑宇哥的影迷 大家好 我是吴欣 谢谢吴欣打断了这个 这一次呢 有一些成员啊 音乐工作的原因离开 但是呢 也有新鲜的血液加入到我们这个演习所当中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会是谁呢 谁走了 谁走了 回来了 这个小明回来了 怎么样 第一次拍戏吗 还接着挺有意思的 哎呀 这次大概多长时间 今晚就得走了 今天晚上就走了 嗯 剧组给不到价 我只能今晚走 路咋样 我这把又选卢宇晓了 然后卢宇晓这次没选我 他选那个昌龙 昌龙 这一次来就是 这次不是还今天就要拍片段吗 我还想拍一下然后再走 行挺好 哎 早 早 早上好 早 早 孟龙姐走了 孟龙姐怎么能走呢 完了 完了 我的两个搭档都不见了 怎么办 没有人跟我搭档了 冬子也走了 娜娜 雪莹 奥巴也走了 朋友们今天我因工作安排要缺席 白天的演习任务晚上就回来 奥巴 那奥巴今天不在啊 就是那不知道我今天 要去做什么 所以说他不在 我觉得可能演习的时候会落空吧 那轮空就 休息天等他回来 这波约走了 昌龙也走了 昌龙也走了 昌龙走了 你有信 张晓有信 真的 昌龙 昌龙 昌龙来信了 就是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说再见 或者说告别的人 然后看到那些话 就会想到他们的脸 请大家前往客厅查看今日通告 走 走吧 今天是试镜体验日 将有新成员加入我们演习 并一起参与本阶段试镜 新成员分别选择了他们 最想要搭档的演员 来新人了 就新来的 看了以前的演习短片 选想搭档的人 想拍MV的感觉 当然会这样 我觉得他俩还挺搭的 对 好喜欢的好美啊 拍特别好